有些不该做的手术就坚决不能做 有些不该挣的钱就不能挣 只有这样有这个原则 也没有 它有的是这个手术是做不完的 我的压力大和业绩压力大 你业绩压力大就是正是你由于这些手术 你什么都想做 你所以才业绩压力大 你要做出来不好看 那给你多少钱你也不能做 你做了多少钱你也不能做 你做了多少钱不是个纠纷吗 我们您可以不做这手术 韩孝是一家民营医美机构的创始人 作为医生他不赞成过度手术 但作为机构招牌 他又会为了添价接下手术 我本来就不想做 你非得来找我做 我这就是找韩院长就是添价 讲关键地方又没听见 再跟你说一遍 这不是很容易吗 你坑两刀把颧骨推进去 创伤极大 出血又多 又对这个病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们这个方法 这边是把这个尖去削掉 这边是把这得炫一下 蹭掉一点 手术不要超过半小时 出血不要超过五毫升 超过五毫升都是错的 我要不是为了带觉 我真是不愿意回来做 就你俩做了 你俩会了 这个手术就都开展起来了 多好呢 就是今天呢是我们风胸手术的第四场直播 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过程很轻松 大家很多人都有自己对自己哪里进行一点改变 进行改变改变让自己更舒服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个身体的某方面的心结 或者是不完美又是非常明显 为了给机构博取流量 韩啸经常在商业活动中配合演出 和谐 掌声 然而一旦卸下角色 另一个韩啸就会浮出水面 你风胸这个手术 它的原理多幼稚啊 胸小 我把它放个东西 大了 你这个想法 它简直就是像儿童在思索一个问题 对吗 在他心中 时常有两个小人打架 在这个老一代人的心目当中啊 他觉着你要叫我是一个美容外科医生 是对我一种侮辱 我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 我是救死扶伤的 我是整形外科 我这个整形外科是救治烧伤病人 在我这儿救治的 我是这种人 他是抬不起头来 这里烧伤粘连了 我给打开 这是救 就是一种治病的 救命的 时间久了 对我是整形外科医生 韩啸觉得自己病了 对 我觉得确实是对于这个我的消费者 我有愧疚 我这个愧疚还是非常的 非常难受 您还有一次我 有一次我碰上了我第一粒双眼皮 这个人我已经不认识他了 他来了之后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 就是 还小年认识我吧 他都快七十岁了 快七十岁了 他个眼睛丑得没法看 扒拉眼睛 一个扒拉很重 他说我当着别人的面 我从来不说 我当着别人从来不说是你做的 你现在全国这么有命 我就没说过 我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厌倦 这个行业 我做的好大一部分艺术 我就是想 就是把这个行业的这种血腥残酷 和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展示出来 面对消费主义美丽快三的诱惑 很多人选择了躺平 大家又都希望通过一种快速的 急功近利的 迅速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就让我变得很虚伪 所以我就不想干这个事 我不想干这个虚伪的事好吧 我实际上也和我所有的员工赌气 我就是给大家说 我说我真的不想干 你们真的是绑架了我 连最后的行为艺术我都想好了 我是叫一帮针对我有意见的消费者 过来帮我把店砸了 来 照在这个胸上 从那个角度拍 韩笑成为他自己创建的商业机器上 无法停止旋转的齿轮 他也想躺平 于是他做了这样一个行为艺术 记录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也得记录 有时候觉得韩远就有精神病 我就是有精神病 我这个精神病还要很重 当一群人都是精神病的时候 你进去了 你一个正常的人进去了 完蛋了 你才是精神病 行业里有人想要躺平 比如韩笑 也有人在开疆拓土 比如崔海燕 没事 这上面是 这都是诊室 这边是注射室 这注射室 光线这方面比较好 像更衣室 更衣室 我的办公室 其实每天看的这个也蛮高兴 它每天都有进步 两位医生对于行业的理解 十分相近 我做了70多粒的 就是西方人的蓝皮手术 所以我对 为什么最后总结出来 我们讲东西方人的解剖不动 那西方人的那个皮肤 太容易做手术了 垂直纤维少 所以它到35岁以后 就掉下来 它不像中国人 中国人你看40多岁 这个还很紧很紧的 欧美人设计鼻子的时候 因为它为什么它要设计成这样的地方高起来 是因为它眼睛是凹的 它眉弓是鼓的 所以它把这个地方放上以后 这个鼻子 高的鼻根 和高的眉鼓 和低的眼睛 它形成对比了 你把一个甲体放进去 你把你的对比的地方 你把它该对比的地方给它垫高了 那怎么样 那你这个脸成平的了 照搬硬套地 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 不太适合东方人的 不符合咱们亚洲人的生理 也不符合亚洲人的审美 但是呢 你不按照西方的理念做 当然也不行 你材料是西方的 理念是西方的 技术是西方的 你脑子也被西方洗过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待久了 我们自身都会 就是说 被这个行业同化 就是我们不是主动想去骗人的 就是我们也已经被这个行业所洗脑了 商业利益的裹挟 商业的强大 它会扭曲一个人的认知 但是工作 给他们带来的价值感 却不尽相同 就这个事纯粹是为了挣钱而做 纯为了挣钱 一点没觉得自己 水平有多高 你越看越觉得自己low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呢 你得去分析 是因为你不认同你的工作 不认同你的家庭